风雨琢硝残梦 香江岁月流金 香港江湖地标九江街 坊间又称14K恶人骨 自上世纪50年代 大比登扎起以来 杀出过众多的猛人骇客 其中最为传奇的莫过于绰号黑白无常的老汉与摩洛 白无常老汉笑脸哈哈 满度的心机套路 黑无常摩洛冷面阴森 出手是火爆利落 黑无常合体联毙 两个人配合的香得益彰 智霸青楼金窝波兰街 三十年主宰望角夜色 在这儿阴歌艳舞滑柳地 灯红酒绿不夜城 上演了连台的龙争虎斗 卷起不断档的信封血雨 上世纪的逃港潮当中 两名青年挤进了一艘开往湘江的渔船 又黑粗犷的叫做启德生 白镜面扇自称何荣 到港之后 云水相逢的难收难地 互导珍重 匆匆作别 灯火繁华 照尽人情冷暖 异乡来客沉沦 底层挣扎 好在有满满的求生欲 洒不完的青春热血 两个人不约而同 迈进江湖 何荣拜住 十四K九江街 大碧灯的门下 金鱼做人扮鬼 极有生意头脑的 他很快出位 青年老成 心机老到 江湖人称老汉 启德生 投身十四K拜卢 卢宰天的门下 为人火炮刚烈 声猛彪悍的 他非常的出彩 不讲情面 野蛮张狂 江湖人称 摩洛 摩洛坐下的几件大案 让吕崽天 只会兜不住 便顺手将摩洛 丢给了同门大碧灯 大碧灯让摩洛 跟老汉一起做事 没有想到两个人 一块是分外要闲 配合起来 也是相当的默契 一个食脑运筹为货 一个动手工程拔债 一个硬啃骨头 一个搞软外交 九江街出来 带一众兄弟杀进新浦港 而后拿下了望角波兰街 从菜市场 麻将馆到夜场 娱乐城 在望角街市 呼风唤雨 垄断波兰街 青楼市场 江湖巨蛋 老汉 摩洛的身为手段 仿间送外号 黑白无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 钱多良族的 黑白无常 气势如红 白尺干头 再进一步 将势力扩展到尖沙嘴 毕时 新一安也是兵精马壮 四眼龙 向华妍也要在 尖沙嘴大展拳脚 两强相遇 不可避免地 搅起了一番厮杀战斗 新一安这一边 领紧领衔 继保张亮升先锋 脚将新人 踊跃叫战 十四刻这一边 黑白无常坐镇 立章四眼戏压场 华喜 胡须勇 外围 猛人 尖兵 齐齐上线 黑无常 不具证明硬刚 老奸巨华白无常 耍起手段来 也是无人能出其诱 可探时事变迁 左右向华妍 在港英当局周旋打点 又有张亮升 身后的新界王家族背景 对方跟黑白无常 打起了持久战 经不住长期这么耗下去 黑白无常 隐恨尖杀嘴 退回波兰街 专心经营起青楼生意 娱乐场 指押中心 夜总会零次致笔 满眼红绿繁华 赚的是盆满钵满 此间 黑白无常 还培养出不少门生 活跃在港澳两地江湖 黑白无常 手下门生过千 其中出名的 有杰士伟 胡须勇 卢氏 三兄弟等 杰士伟 原名吴伟 早年呢 在黑无常 手下的望角菜市场 卖猪肉 后来范市逃到了菲律宾 辗转来到了 赌王横红生 手下大放异彩 成为了澳门赌业的风雨人物 14K的背景人脉 让杰士伟在生意场上 大展宏图 除了与崩崖居 睡往来的恩怨纠割 杰士伟还与豪将大家姐 司徒玉莲 有过一段爱情往事 可叹 恩爱抗力 已经成为了纷飞劳燕 杰士伟在下一段恋情里 被搞的是断腿裹足 司徒玉莲依然晚方独守 此 胡须勇 非比胡须勇 张博之的老爸 张仁勇绰号 也叫胡须勇 早年投在黑五场门下 后来成为了联姻社作馆 张仁勇当年也是一个狠人 曾经叫板湖南帮教父盲中 指挥手下七名壮汉 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从而与盲中结下梁子 并触发了针对张博之的江湖女干杀令 以卢伟明为首的卢氏 三兄弟在旺角左盾 拥有多家新字头的夜总会 是文明全港的青楼大王 在千禧年首创红灯网吧 明造一史据称手下 封城女子过千 每月净利过千万 卢氏三兄弟曾经在04年3月 被阿塞尔逮捕 被冻结了4500万港币的资产 白无常比较出名的门生 有月华仔 Peter Robbie等 月华仔原名 郑干林 是白无常老汉的头马 02年8月月华仔领一班14k叔父在低时高玩乐时 与一群年轻男女发生的冲突 月博仔呢 宝刀不老 伸手零落不减当年 抄起了椅子 酒瓶将对方打得甚是狼狈 月华仔也被认为是02年 14k与新一安千人晒马的幕后领导 110年6月 58岁的月华仔患癌病史 Peter早年在警队做CID 后投入老汉门下转行做古惑仔 Peter呢 现实从事殡葬行业 做骨灰和生意 在社团聚会场合比较活跃 之前呢 与胡勋勇 司徒玉莲走得挺近 Ribby活跃与望角结势 被认为是打击费金的江湖意识 Ribby呢 与商人萧标奇关系密切 多年还曾经受到老汉的委托 协助婷姐对抗新一安 婷姐是黑白武场的干妹妹 是常年混迹澳门赌圈的迭马女强人 同时担起了黑白武场发展赌船业务的重任 彼时新一安在赌船上做的是风生水起 婷姐强势搅局 双方矛盾激化 下一步怎么走 婷姐请示黑白武场 黑白武场早就对新一安憋着了一股气 磨漏发话让婷姐放手干 老汉更是派上的一门声 月华仔和Ruby 从旁囊柱婷姐 俨然是多年前恩怨缠斗的继续 是要拿回多年前丢掉的风头 02年8月 婷姐与新一安某人白打在酒店谈崩 之后呢 双方在监东进行了千人晒马 各自派出了500多名门声 聚集在监东和油麻地广东道一带 14K更是从新界搬来了100多名远征军 双方群情激扬 冲突一出即发 幸好有阿瑟及时赶到紧急赶到 这场14K与新一安的千人事迹 晒马才算是告一段落 在有120名帮会成员被阿瑟逮捕 听见也不知所踪 黑白武场终究没能出气 此后14K与新一安的堵船业务 也就逐渐示威 最后呢 落到和盛河当闻笼的麾下 白武场老汉从台前淡出 05年黑武场 磨落暴血管身体多病退居幕后 虽然呢不再台前火跃 江湖老人们依然是牵挂着江湖大局 14K分离分散离落多年 没能够像新一安和盛河一样团结统一 一直也是黑白武场的心中遗憾 2012年11月老九将接化使人力章借寿宴召集同盟 呼吁建立一个14K同盟 得偿这一批江湖老人的夙愿 老汉也是积极奔走 无奈大家注意的就这两个候选盟主胡虚勇 刘安都因身体原因先后推辞 磨落也是百病缠身 现场都没去成 此后呢 有14K背景的商人萧续成 请到老汉驻镇 牵头成立了鸿门大联盟 可惜呢 萧续成资格不够 直接被14K大圈化使人 丢第一亿甩了两个耳光 萧续成自封鸿发山山主 与宝岛鸿门大联盟没来演去 但是别说 合胜和新一安就连14K内部买他的账都不多 2016年9月 70岁的黑武场摩洛病史 白武场老汉 街市委立章 大言与圣和前作馆 崩嘴崩到场之际 2018年3月 白武场老汉在监东半岛中心摆下了寿宴 同门老友立章 华喜高老和 旧第一亿 盛河前作馆 鸡脚黑 鼠仔 新一安 大总馆 临江 监东猛人大酒 水房元老 老鬼权 前作馆 大子 纷纷现身 江湖各大帮派 捐气前前 坐到一起 推杯 换盏 银行高歌 刀光剑影恍然云烟 腥风血雨 宛如做梦 人朝鮑 杏 肚瓣